今天春晚延续了北京主会场加全国四个分会场的演出形式 展现了东西南北中全国大联欢的喜经氛围 而春晚的主持人团队也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春晚了 他们就是朱军 董卿 康辉 朱迅和尼格玛提 距离春晚彩排时间还剩半小时 记者来到主持人化妆间时 大家正各自坐着上场前的准备 他们说的很对 全国歌一直准确了 是吧 准确了 对 这么说好 现在两位准备的感觉怎么样 尤其是今年的春晚跟往年春晚的主持词 它有没有一些风格上的变化 今年的词可能会比往年更轻松一点 更轻松一点 莲花性更强一点 同时又会有一些让我们动情的感动的 而且是这种戴心的 特别接地气的这样的故事 这样的语言 我们可能会跟现场的观众 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有一些互动 我觉得就是更人性吧 更走进大家的内心吧 自己觉得磨合得怎么样 我觉得其实无论是在主舞台 还是在外景地 还是在第二演播室 它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老百姓过年 把握好这个过年的一个状态 你对着一万个人 跟对着一个人是一个状态 我觉得排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准备的过程 多一次排练 就多一次融合 多一点融合 多一点了解 与其他四位主持人不同的是 康辉是其中唯一的一位新闻主播 对于他来说 主持春晚和主持新闻联播 会有哪些不同呢 人家希望一个新闻联播的主持人 站在这个舞台上 势必是觉得需要一个联播主持人的职业角色 给这个春晚做一点补充 所以我觉得只要在我平时的职业角色上 稍稍的有一点调整 就OK了 举行新年茶话会 采访中康辉告诉记者 作为新闻联播主播的他 早已经习惯了新闻的直播状态 能够从容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之前也有过一次主持春晚的经历 然而当他站在这个舞台上 还是免不了紧张 因为之前出差嘛 前面有三场连排都没有参加 所以实际上我觉得我今天特别紧张 他们几个人至少程序啊 这个中间的环节都比较熟悉了 只有我就是还没猫门呢 那您觉得这个难度大吗 难度肯定大 尤其春晚这个舞台又很特别 就是大家可能在这个舞台上 对你的这个能犯错的这种容错率更低 因为在那样一个大家都欢乐的夜晚 当然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完美的表现 我觉得很大的压力也在这方面 但是我想压力有的时候会变成动力 主会场的五位主持人中 朱军自1997年开始 已经连续20年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 而董青也已经连续12年主持春晚 康辉 朱迅 一个老题 三位主持春晚的年头 虽然没有朱军和董青那么长 但是他们都是各自岗位上的骨干力量 在春晚的舞台上 也是当人不让的胜利君 一举一动都尽收眼底 我想这样就没人再说 我是你的托儿了 是吗 虽然不能透露春晚的节目 但在主持人的眼里 今年春晚都有哪些亮点呢 赞 我只能给个大大的赞 而且会有很多让人落泪 有些让人热血沸腾的段落 我个人认为今年小品 是近几年来最好的小品 不仅是结构 语言 表演 利益 主题 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跟我家乡有关的节目 对 所以看着他们在舞台上的表现 我心里也很热血沸腾 对 他那天还说呢 他那天说帅 说这个节目应该我也冲上去 跳一下 跳一下 有没有这个想法 也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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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直播 夏丽儿 刚才在电视上看你好帅啊 笨人呢 你啥意思 如果让我当着导演 我一定让剧情增加更多的意外和反转 好啊 正如主播康辉所说 春晚是个特殊的舞台 对于主持人来说 有多少发挥的空间呢 春晚的时间太宝贵了 每一段串联大概也就30秒40秒的 就得反复的自己的琢磨 就是一句废话 一个废字都最好不能有 每一个字 每一个词 每一句话 最好都是有效的 所以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边 直接打到别人的心里 真的到了直播那一天 你所感受到的那种氛围 那种影响也会不一样 所以都会使你的这个表达的语言上 有那样的一种调整 你知道这个直播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发挥点在哪吗 唯一的一个可能会有变的 就是诸哥 最后咱们倒计时 差不多了 还有一分钟就说一分钟的词 少了就说少一点的词 就要去对描嘛 要到最后带领大家 这个一秒都不差 进入新的一年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康辉 今年就要到了 在这儿呢 祝大家今年大吉 大吉大利 要给大家拜年 也特别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呢 所有人都能够平安 快乐 健康 观众朋友你们好 我是董青 今年又一次在中央电视台 一号演播大厅陪您过年 给您拜年了 祝您今年祥瑞 大吉大利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朱迅 在这里朱迅祝福大家 今年大吉 万事如意 给您拜年了 祝福电视剧前的父老乡亲们 春节快乐 新年快乐的意思 身体健康 平安 快乐 幸福 过年了 其实什么样的话 都不能代替那些老话 还是公祝大家 新春快乐 合家幸福 万事如意 春晚见 采访中的主持人说 能够在万家团聚的除夕 作为主持人 站在春晚的舞台上 他们的心跳的节奏 跟观众是一致的 他们的情感 跟观众是紧紧相连的 春晚让他们和观众 长在了一起 请不吝点赞